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开盘开在8451 当时上涨了7点 结果就慢慢的往下做震荡 今天的政府其实是非常的小 非常的小 今天上下政府今天最高点8459 最低点8421 合计下来的政府只有37点左右的空间 所以今天预估量的727亿还是一样明显的萎缩了 所以今天就是属于一个区间整理格局 但是在今天虽然都是在平盘以下 做一个区间震荡整理 但是长期的趋势要怎么看 我们来看一下加权指数的主力均的量 这是加权指数的主力均的量 其实指标已经连续11天 连续11天都翻红了 都翻出座多的讯号 所以这一波昨天挑战前波高点847 前波高点是8476 昨天有挑战上去8477之后就有往下做回升 今天也是属于一个涨多的拉回震荡整理格局 涨多拉回震荡整理格局 我们把镜头拉远来看 我们把镜头拉远来看 你会发现说主力均的量它在翻多的时候 行情总是就是往上涨 多头的力道总是比较强 而主力均的量它在翻空的时候 行情就是往下跌 行情就是往下跌 而且空头的力道就是比较强 而当主力均的量它在翻多的时候 像过去翻多的时候 行情就是往上涨升上去 当时还创了波段新高 而当主力均的量在翻空的时候 行情就是往下掉 还创波段的新低 所以要掌握一个趋势 并不是那么困难 主要是你手边有没有好的工具 好的方法 那虽然今天拉回修正 走一个区间整理的格局 但是我很清楚的知道说 我也很明确的知道说 现在的方向是多还是空 那我们另外来看一下台指期货 目前台指期货是在8450附近 在8450 8451这边震荡 今天台指期上下政府只有31点的空间 只有31点的空间 但是未来长期的趋势是多还是空 我们一样来看一下我们的主力均能量 主力均能量在台指期的部分 也是一样连续11天 已经连续11天都翻出做多的讯号 连续11天都翻出做多的讯号 所以你会发现说这一波的行情 就是往上涨 昨天还创波段的新高 8495 今天还是一样 虽然走一个峡浮震荡整理的格局 但是你会发现其实它的多头力道 还是一样蛮强的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的时候 我们在操作 如果说做空的投资朋友们 我们只能做短空 因为整体的趋势都是向上的 像过去当主力均能量它在翻空的时候 行情是不是就是往下跌 而当主力均能量它在翻多的时候 行情是不是就是往上涨 还创当时波乱新高 8476 当主力均能量在翻空的时候 行情就是往下跌 所以要掌握一波趋势 并不是那么的困难 并不是那么的困难 那现在点位是在8451附近 8451附近 那我今天的测标呢 是怎么样写 盘整盘我们照音 照盘呢 我们怎么做 当然先讲一下波段指标 我们现在的波段指标呢 从11月27号 8232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翻出了做多的讯号 已经开始翻出了做多的讯号 而到目前为止呢 现在呢8451 所以已经上涨了200多点了 将近220点的空间 所以你要操作 你懂得看趋势 你也要赶进去下单 像11月27号就已经翻多了 而主力均能量呢 更早翻多 所以这种行情里面呢 我们呢当然就是都偏多去操作这个盘式 偏多的去看待这个盘式 但是短线上呢 我们昨天尾盘 8479的时候呢 翻出了做空的讯号 所以呢我们今天早上是怎么在做的 今天的政府真的很窄 真的很窄 大家可能都看到要睡着了对不对 但是呢我们今天怎么做 因为呢 昨天尾盘最后一个讯号呢 是翻空的 所以呢 我今天呢早上呢在9点01分的时候 我就请会员哦 目前棋指在8450附近 请会员呢直接试驾做短空单 停损呢设35点 停损设35点 然后呢我们来对价对试一下哦 我们来看一下 当我们发出去这个讯息之后呢 点位呢跑到哪里去了 有没有 84550 8451 84550 8451 所以呢穿价都能够成交 然后呢 在9点13分的时候 目前指数在8435 只做短线者可以试驾先跑一趟 所以呢 84550减8435呢等于15点 那今天呢我们还是一样的有15点空间 我们来对一下对试一下 9点13分以后 在9点14分 点位呢都有到8433 8434 所以8435呢肯定呢还是一样百分之百穿价成交 还是一样百分百穿价成交 所以呢今天呢是不是15点呢就入带了 15点就入带了 当然呢 说这15点其实有点好笑 有点好笑 但是呢我们要看的是因为今天的盘势 今天的政府呢真的是非常的窄 所以呢我们在操作的话呢 今天老实说 我就是只有15点的空间 不过呢我们来看一下昨天 昨天我们怎么样在操作呢 昨天呢12月9号的时候 12月9号的时候 早盘呢 我们在8457做多 都是跟着指标在操作 9点整的时候 目前其实在8457附近 请会员呢直接试驾做多单 停损呢设35点 然后呢 在9点27分的时候 目前指数呢在8475 会员呢请加码再做一笔多单 然后呢当指数呢来到8490的时候 我请会员呢会员手中的多单 可于8490上下5点先获利了结一趟 先获利了结一趟喔 所以呢8490-8457等于33点 8490-8475等于15点的空间 合计下来呢有48点的空间 再来 这是光这一笔多单喔 光这一笔多单就有48点的空间 再来啊 8点50分的时候 其实我都已经发了一通抠讯了 目前其实下档支撑呢 是在8430 及8410附近 当然是没有到啦 但是呢上档压力在8480 及8500附近 此为今次短线多空单出档参考点 要操作的都预挂喔 预挂这些点位来操作 并颜色35点停损 那昨天的最高点呢 就来到了8495 所以呢 我们找盘呢 8点50分的时候 就已经发出去的讯息 8480这边 及8500可以做空单 可是8500没有到 但是我们8480这笔空单有到 对不对 有到之后呢 尾盘是不是要发一通讯息 请会员出场 所以在13点34分的时候 我就请会员呢 今日呢 第一道压力点 8480的空单 请于8455附近 全部试驾获利了结 并且呢保持空手 那8480呢 减8455呢 还有25点的空间 所以呢累计下来呢 合计下来 找盘做多的48点的空间 再加上做空的 有没有 25点的空间 合计下来呢 还有73点的空间 73点的空间 所以昨天的盘式呢 其实震荡的 也不是说很激烈 但是呢 我们有一个好的工具 好的方法 你就是能够掌握到 整体的区间 所以你才能够在这个市场中获利 你如果没有好的工具 好的方法的话 你要如何在这个市场中获利呢 所以呢 每一天早上 你就是不知道要该怎么样去进场 每天早上就是不知道 要该去做多还是做空 而我们今天早盘 8450附近 就请会员直接试驾做短空单了 而且在8435附近 8435附近 也请会员可以试驾先跑一趟 所以合计下来呢 15点空间 其实今天呢 最好赚的一段 我给大家看一下走势图 8450在这边 8450在这边 今天早上最好赚的这一段 就是在这里 那我们今天在这边做空 在这边呢 把它平仓掉 后面呢 我们就先观望了 后面我们就先观望了 因为后面行情呢 真的震荡的非常窄 今天呢就在8440到50 这个区间去做震荡 所以我后来就没有在进场 去做动作了 原因就在于这边 因为呢 从主力均衡量的角度来看 我们从主力均衡量的角度来看 短线上的哦 你看今天10号 完完全全 完完全全都在零轴附近做震荡 所以今天会是属于一个 震荡的区间震荡整理格局 所以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呢 也都要注意到这一点 每天 早盘 该做多该做空 老师都会发扣讯给各位啊 就像这些讯息一样 虽然今天只有15点 我也是坦白跟大家讲 因为今天的政府真的非常的狭窄 不过呢 我们还是一样是造营啊 对不对 还是一样去造营啊 那刚刚跟大家回顾了12月9号的讯息 那大家也知道说 我们也是挑战到全市场 昨天的政府呢 只有50点的空间 总共只有50点的空间 但是呢 我们却可以创造出73点的空间 早盘做多 虽然杀下来 但是呢 指数后面还是上去了 到90我们把它平仓 昨天最高点呢 在8495 那我们在90把它平仓 8480这边呢 反手再来进场做空单 然后呢 指数又下来了 到8455附近的时候呢 我们呢 就把它做一个获利了解动作 所以昨天呢 13点加15点 加25点 等于73点的空间 等于73点的空间 那么在上个礼拜呢 上个礼拜我们又是怎么样在操作 好的东西是不怕被验证的 那所以呢 我还是一样一笔一笔的 跟大家来验证 这是12月6号 12月6号 早盘呢 我们就 早盘我们看一下抠讯 9点01分的时候 目前骑指在8376附近 请会员呢 直接试驾做短空单 停损色35点 然后呢 我们来对价对时 当时的点数呢 会员收到之后 点数有来到8382 8383 最差最差都还有来到8381 那我们就算在最差的点数好了 我们就算在8381 做空 然后下来呢 有没有 9点14分 目前指数在8355 只做短线者 可以试驾先跑一趟 那当时点数有没有在8355附近 都有啊 所以呢 我们下来呢 8381减8355等于26点的空间 再来呢 当指数呢 又谈升上去 在8402附近的时候 为什么我刚刚要 我那一天呢 要在8455 把8355先把它平仓 因为我们 早盘所规划支撑点位在8352 所以我们就先把它平仓 但是呢 上档压力是在8402 及822附近 此为今日短线多空单出场参考点 对不对 要操作的都预挂这些点位来操作 并且颜色35点的停损 并且颜色35点的停损 那8402这笔空单呢 这笔空单 尾盘呢 我们是也有发讯息 有穿嫁有成交 那一天呢 12月6号最高点来到8409 8409 而且呢 我们在8402的时候 进场去做空单 然后呢 待进果然一定是待出 13点36分的时候 会员手中第一道压力 8402的空单 请于收盘价平仓保持空手 而收盘价呢 收在8384 收盘价收在8384 所以这笔呢 还有18点的空间 合计下来呢 是44点的空间 虽然呢 最近的政府呢 真的非常的窄 当天的政府呢 也是非常的窄 但是呢 我们还是一样 替大家创造出获利的空间 替大家创造出获利的空间 我们再来看一下12月5号 那天更精彩的 12月5号啊 这一天 就上礼拜四而已 是不是一个漂亮的趋势盘 那我们是在漂亮的趋势盘里面 我们是怎么样在操作的 早盘呢 在8434的时候就已经做空了 早盘在8434的时候做空 有没有 9月04分 目前棋指在8434附近 请会员直接试驾做短空单 停损是35点 然后呢 当指数呢 再下来的时候 在8420附近的时候 我是请会员直接加码 再做一笔空单哦 因为主力均能量 还是一样持续的都在做空 所以行情在往下掉 主力均能量呢 它的量能呢 在增温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勇于去加码 但像今天的主力均能量 今天的主力均能量都在平盘附近啊 都在平盘附近 都在零轴附近 所以我们今天没有去做这个加码的动作 但是在当天呢 主力均能量呢 是强力的空头表现 所以呢 我们在8420附近 就请会员直接加码 再做一笔空单 然后呢 在8407附近的时候 也在加码再做一笔空单 还不止如此 到达了8397附近 我一请会员直接加码 再做一笔空单 合计下来呢 我们全部呢 的空单 从8434开始做 8420开始再加码 8407呢 再加码 8397呢 再加码 然后呢 会员手中的空单 包含特会加码空单 都请于8370附近 全部试驾获利了结 并且保持空手 那我们当天呢 总共有多少点的空间 64点 加50点 加37点 加27点 合计下来就有 178点的空间 178点的空间 有没有 就是这样做空啊 一路加码 加码 再加码 然后呢 尾盘呢 因为指标要翻多了 所以我们在8370呢 就做一个平仓的动作 所以合计下来呢 有178点的空间 那所以大家看看 我们最近的操作 我刚刚已经给各位验证了 四五天的操作了 是不是每天都大获选生 除了今天以外 今天真的很不好意思 因为盘呢 真的比较窄 所以我们就只有15点的空间 可是呢 我们来验证下来 这几天的操作 我们从波段的角度来看 8232呢 的多单呢 到目前为止 目前在8452 已经有230点的空间 230点的空间 这是波段的指标 再加上当冲的指标 300多点的空间 这几天下来 有300多点的空间 那我们算300点就好 今天15点也不要算了 300点的空间 一点呢 是200块 那300点是多少钱 6万块 所以是不是很轻松的 就可以把你汇费 都全部赚回来 还有剩 所以呢 你在操作 你要计较的 不是说汇费的高低 而是 这套指标 对你来说 到底有没有帮助 能不能够带你赚到钱 而梁美老师的抗讯 对你来说 到底有没有帮助 能不能够帮你赚到钱 这才是最重要的 不是吗 所以在操作 我们今天的操作 虽然呢 抗讯会员只做到一笔单 但是呢 我们也是出在 相对漂亮的点位 有没有 这边空耶 这边做 这边把它平仓 有没有 然后后面指数要上去 在那边做震荡 我们就不理会他 今天抗讯就只做这么一笔 这我所有的会员都 所有的抗讯会员 都可以当见证 十五点就十五点 没什么不好讲的啊 那在操作上 你都是怎么操作 像我呢 我的操作是怎么样操作 我就是都纪律操作 一定抛开个人意识 不要怀疑伙伴 那我很担心呢 现在 手中还有人持有八千一 八千二 甚至八千三的空单 那现在只剩八千四百多 一嘎呢 就已经嘎很多了 一嘎就已经嘎很多了 所以这些手中 有空难投资朋友们 你要怎么办 你手上呢 如果你早有这套指标的话 你会知道在十一月二十七号的时候 八二三二就已经翻多了 你就不会一路的 一路的进场去做空 就只因为长很多 你就经常去做空 这样受伤肯定是很惨重的啊 所以操作呢 你一定要继续操作 才有可能可以稳潮胜算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进广告带回来喔 科技来自于人性 而人性碰到股市 常常会失去理性 不是最怕方向错 一步错就步步错 研究如何赚钱 一定要有一套好的软体 盘中即时掌握主力多空方向 实看一点就能搞定 我善用科技讲求数据 知己知彼才能胜率无比 免费教学专线 02-2570-5809 02-2570-5809 科技来自于人性 而人性碰到股市 常常会失去理性 股市最怕方向错 一步错就步步错 研究如何赚钱 一定要有一套好的软体 盘中即时掌握主力多空方向 实看一点就能搞定 我善用科技讲求数据 知己知彼才能胜率无比 免费教学专线 02-2570-5809 02-2570-5809 科技来自于人性 而人性碰到股市 常常会失去理性 股市最怕方向错 一步错就步步错 研究如何赚钱 一定要有一套好的软体 盘中即时掌握主力多空方向 实看一点就能搞定 我善用科技讲求数据 知己知彼才能胜率无比 免费教学专线 02-2570-5809 02-2570-5809 我善用科技 杀了一个我 还有千千万万个我 杀了一个我 还有千千万万个我 杀了一个我 还有千千万万个我 做好环境清洁 清除积水容器 才能免除登格勒的威胁 回了我的家就没有千千万万个我了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华财星台 欢迎回到现场 小资女向前冲 我是梁梅 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今天的我们回顾一下今天的操作 今天的操作呢 今天的操作呢 我们找盘呢 在9点01分的时候 就发生抗讯 目前棋子在8450附近 请会员呢 直接试驾做短空单 停损是35点 然后呢 指数呢 在9点01分的时候 还有来到了8451附近喔 所以呢 就是穿架能够成交的意思 穿架能够成交的意思 然后呢 在9点13分的时候 因为呢 我判断出今天的政府呢 会非常的窄 因为从主力军人量呢 的角度就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呢 我们在8435的附近的时候呢 短线操作都市价先跑一趟 那我们在对价对时 到9点14分的时候 指数呢 还有来到8433 8434等等的左右 所以呢 肯定也是穿架能够成交 所以今天的操作呢 最好赚的就是这一段 那其他的就是做一个 区间正常整理的格局 有没有 所以最好赚的这一段 我们是不是都相对的 都掌握到了 所以呢 今天呢 总共呢 就是15点的空间 今天呢 就是15点的空间 就是老实的 也是跟大家讲15点空间 没有上百点 我今天这种盘式呢 纵使是我 也没有办法说 做出上百点的空间 但是呢 在这几天的操作里面 我刚刚已经有 跟大家验证过4天了 跟大家验证过4天 超过300 300点的空间 你去想想看 1.200元 300点的空间 我们今天15点也不要算了 就300点的空间就好了 这样子你有6万块的空间 可以获利了 6万块的空间可以获利 所以呢 你是不是能够 像我们的会员人一样呢 资金一口接一口的赚 从2口变4口变8口 甚至还有更多 那么另外呢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节目到此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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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如何赚钱 一定要有一套好的软体 攀中即时掌握主力多空方向 只看一点就能搞定 我善用科技讲求数据 知己知彼才能胜率无比 免费教学专线02-2570-5809 02-2570-5809 科技来自于人性 而人性碰到股市 常常会失去理性 股市最怕方向错 一不错就不不错 研究如何赚钱 一定要有一套好的软体 攀中即时掌握主力多空方向 只看一点就能搞定 我善用科技讲求数据 知己知彼才能胜率无比 免费教学专线02-2570-5809 02-2570-5809 也让一时错误的行为 造成两个家庭 一时错误的行为造成两个家庭